可编组减震和传统液压减震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不同的底盘调教风格到底谁更贴近咱们日常用车的场景呢 这是我们后台经常收到的私信求助 为了把这两问题说特 我们直接找了两台热门SUV来实测对比 一台是刚上市的全新蓝图之音 满血华为悬架筒 定位家用就是主打舒适 还标配了EDC可调阻击悬架 那另一台则是这个级别的销罐 特斯拉Model Y 底盘是出了名的偏硬 走的是操控运动的路子 不过咱们都知道底盘好不好 光说参数没用 真得开着才能见风晓 接下来咱们就用LAB测试的一系列专业测试科目 好好看看这两台车的底盘真功夫到底怎么样 连续减色带测试算是咱们LAB测试的经典项目了 依旧按照老规矩来 15条间隔2米的减色带打造出连续颠簸路段 那两车统一以4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通过 我们在车顶架设了骑士业维为500毫升的水杯 车内还放了弹簧小人 就是为了更加直观的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那先看Model Y 面对减色带这种硬查 它硬邦邦的底盘呢 化解冲击的能力不算突出 在连续颠簸下 车辆会有明显的上下起伏 那我主观的体感呢倒是很直接 就是颠和跳 而且人的身体位移跟车辆的起伏呢 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开起来的时候啊 能明显感觉到整个人在跟着上下的蹦 再看看知音 体感上呢明显柔和不少 哪怕是快速过连续奖赛 这种高难度的场景呢 它的车身姿态依然稳得住 那这背后EDC可调阻尼悬架系统呢 功不可没 通过智能预判调节 再加上四轮独立控制 才能把颠簸过滤的更加平顺 带来更加平稳的乘坐体验 那车顶的水杯也同样印证了体感 同样是500毫升起步 Model Y最终洒出了20毫升 车顶啊失了一大片 而蓝图之音呢 洒出的水量约为15毫升 表现更优 再来看水渍的细节 Model Y的洒水范围明显会更广一些 那除了水杯受到的冲击比较大 夜位跳动的幅度比较高 而车顶左右两侧的水渍呢 还说明车辆存在不小的左右横摆 蓝图之音的水渍 基本均匀分布在车顶的前后端 跟减速带的摆放 车辆的行进方向是一致的 左右两侧 没有像Model Y那样出现大面积的水渍 那至于车内弹簧小人的情况 我放一组对比视频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当然除了以上的可视化展现以外呢 我们还用专业的测试仪器 读取了两台车 在通过连续减速带时 底盘受到的垂向加速度 G值数据 Model Y的垂向加速度 G值分值数据为1.883G 而蓝图之音的垂向加速度 G值分值数据呢 仅为1.12G 那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有朋友说 悬架调的软 过减速带是舒服 但碰到起伏路 会不会像坐船一样晃得难受 那为了验证这一点啊 我们特意找了一条有名的起伏路 看看这两台不同调教取向的车 面对连续起伏路时呢 会有啥样的表现 那以60的时速呢 驶过起伏路段 从车外来看 两台车的姿态呢 差别不算大 但一坐进车内啊 主观体感的差异就很明显了 驶过最大的那个起伏时呢 Model Y会带来比较强烈的失重感 再搭配上偏硬的悬挂 这种感受传递到车内呢 非常的清晰 坐着会有一种心悬下的感觉 而至今驶过同一处最大起伏时呢 虽然也会有失重感 但是比Model Y呢 弱了不少 基本是能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还有个细节 就是车辆落地的那个瞬间啊 它更加柔软底盘呢 会通过有节奏的几次小起伏 快速把纵向的大冲击力给化解掉 那咱们也能通过车内的牛顿摆的摆伏 清楚的看到两台车 内部稳定性的一个差异 之音的牛顿摆摆伏呢 明显会更小一些 那如果说前两个项目 更加侧重两车某一方面的特性 强调一个绝对值 日常通情理 随时可能碰到的坑洼破碎路 考验的才是一台车底盘的综合实力 既要能绿掉小碎阵 又能在过深坑时呢 撑住车身 不能又颠又晃 当我们找的这段坑洼路段呢 既有零星的小坑 也有连续的破碎路面 两车统一时速40通过 那先是Model Y 它对路面的反馈呢 还是很直接 压过小碎坑时啊 轮胎的震动会清晰的传到方向盘和座椅上 虽然说车身不太会有多余的左右晃 但硬碰硬的体感很明显 遇到稍大的坑洼呢 悬挂回弹的速度快 落地时会有轻微弹一下的感觉 再来看之音啊 那面对小碎阵呢 它的底盘像是有一层缓充电 大部分的细碎震动呢 都被过滤掉了 手搭下方向盘上呢 基本没感觉到什么明显的震动 那遇到大坑时啊 EDC悬架会快速的调整阻移 先柔和的吞下坑洼里的落差 再缓慢的回弹 车身不会有猛颠一下的感觉 从车内弹簧小人的状态也能看出来 蓝图之音的小人晃动的幅度会更小 而Model Y的小人呢 会跟着坑洼高屏的进行跳动 其实底盘调校不光影响颠簸感 还跟车内噪音NH有着直接的相关 毕竟胎噪路噪的传递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底盘的滤震和隔音配合 那咱们特意选了一条宽阔且平直的利清路 统一关闭 空调音响等一切可能会发出额外噪音的功能 并将车辆调整为内循环 分别以60、80、130个时速 对比两台车的NVH表现 先看60和80 这个时候主要是胎噪和路噪 Model Y的胎噪会比较清晰的传到车内 尤其是压过路面接纷时 胎噪还会伴随轻微的震动感 坐在后排能明显听到嗡嗡的路噪反馈 这和它使用偏向于运动的米其林PS1V轮胎有关系 相比之下 使用米其林静音胎的蓝图之音 表现会更好一些 胎噪小了 车内就更显安静 只有轻微的路噪背景 而且没有明显的震动连带噪音 这和它底盘绿震更柔和 能够直接减少震动的传递是有关系的 而当速度增加到100的时候 分噪成为了主要的噪音来源 但两车的差异还是在胎噪和底盘传递噪音上 Model Y除了分噪以外 胎噪依然能够清晰的听到 而且过路面的轻微起伏时 我底盘会传来细碎的一种震动音 而蓝图之音则是分噪为主 胎噪和底盘的震动音都被压得更低 坐在车内交谈 基本不用刻意大声 整体的精密性始终保持两分贝左右的优势 这背后除了全车超14处的NVH升级 静音胎的使用 以及全车配备的6mm 双层隔音玻璃以外 更加柔和的底盘调校 能够减少震动带来的二次噪音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除了电波路面 日常开车时的起步抬头 刹车点头的抚养现象 也特别影响舒适性 尤其是带老人孩子出门的时候 起步时猛的抬头 刹车时候突然点头 很容易让人晕车 咱们就用一个比较极限的工况 测试一下两台车的抚养控制 同意以0-80的极加速起步 再以80-0的急刹车 观察一下车身的抚养程度 以及车内的体感 摩托外在极加速起步时 车头会有一个明显的抬头趋势 前旋拉伸 后旋压缩的幅度肉眼可见 坐在驾驶位 能够感觉到身体向后一样 而急刹车时点头的现象会更加突出 车头下沉比较明显 前旋压缩的比较厉害 身体会下意识的往前倾 后排整个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的话 这时甚至会往前冲 这种抚养感主要是因为它偏硬的悬挂调校 在承受纵向力时 拉伸和压缩的刚性比较强 缓冲空间相对较小 对比之下 之鹰的急加速起步时 车头的抬头幅度明显会更小一些 前旋拉伸很柔和 身体往后仰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那么的强 几家车的时候点头的现象也弱了不少 车头向下沉的缓慢 前面压缩更加的均匀 身体向前轻的力度不大 后排乘坑的体感会更稳 这还是得益于EDC可调阻尼悬架 在起步和刹车时 悬挂会快速的调整阻尼系数 抑制车身纵向摆动 减少抚养带来的不适感 咱们也能通过车内牛顿摆的变化 同步辅助判断 摩托外起步刹车时 牛顿摆的幅度更大 甚至会达到百幅的最高值 而蓝图之鹰的牛顿摆 整体呈现出较为均匀和柔和的前后晃动 一番硬核测试下来 全新蓝图之鹰 没有辜负它家用舒适的定位 在连续减速带时 滤掉了多余的颠簸 几幅路又把势重感压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 跟挖路段又能稳住车身 连不同时速下的NVH都更显安静 这些细节 正是EDC可调阻尼悬架 在灵活应对路况上的优势 刚好踩中了全家出行的核心需求 而Tosla Model Y的传统简认 搭配上硬调教 也始终强调它的运动标签 路感直接反馈及时 哪怕是起步刹车的抚养 都带着那股冲劲 那么最后还是做个总结 如果说你时常一个人开 喜欢操控时的人车沟通感 并且愿意以牺牲一定的舒适性作为代价 那么Model Y的底盘 应该能够给到你想要的利落 但如果说你更在意全家出行的舒适 不管是颠簸噪音还是起步刹车的平稳性 标配EDC可调组织全家蓝图之音的底盘 都会更加的讨喜 更加符合日常用车时的需求 再算上它20.29万起售的价格 比Tosla更超值 乾坤自驾ADS4 鸿门5.0座舱的华为全家总加值 不管是辅助驾驶 智能座舱还是我们今天的操控 综合来看更加的全面 至于开头的那两个问题 对照两车的表现 相信您心里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了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Lab测试的所有内容了 还想看我们测试哪些车 欢迎评论区留言